好 说到坏小子 加斯汀·比伯 最近给人的感觉都是有点堕落 那他把自己堕落也就算了 那还把前女友赛琳娜也给带坏了 不是 这话也不能全这么说 都是不太小的孩子了 每个人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 不过再怎么说也是前女友了吗 已经离开了比伯 赛琳娜也终于恢复了她的活力 并且在感情方面 好像也有了新的动向 来看一下 前球目击由娱乐新天地和粉丝堂 严和奉献 作为比伯的前女友 赛琳娜可以说被折磨得不浅 尽管不愿意 还是对药物毒品产生了依赖 被逼无奈 自己也是因私人原因 取消了澳洲演唱会 去疗养医院接受为期两周的治疗 不过上周日已经结束治疗的赛琳娜 又有新的动向了 咦 这不是One Direction成员Neo吗 难道赛琳娜这么快就有新欢了 原来这次赛琳娜与Neo在伦敦一起 外出游玩 还被粉丝逮到 心情大好的两人毫不避嫌 与粉丝各种自拍 这样的一幕不禁让人猜测 难道咱们的赛琳娜 这么快就走出情商了吗 其实作为娱乐圈明星里的同一人 One Direction早在接受采访时 就已经提过对赛琳娜非常欣赏 赛琳娜还是她们五人梦想新闻的女孩 当赛琳娜本人听到这样的消息 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不过五选一 赛琳娜毫不犹豫选择了Zen 咦 怎么不是一同出游的Neo 看来九云后门这段友情似爱情的感情 目前看来实在有些扑术迷离呀